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快又過了一個禮拜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禮拜過得非常開心呢 應該有 因為我們這禮拜有三天的連假 不知道你這三天的連假去哪裡 因為我們這禮拜七天你就放了四天的 放了三天的假 等於你只有工作 工作幾天 工作 我們放六日一 所以等於你工作了五 二 三 四 所以終於生活要回歸正常 現在是連假好像是四月初了 好 沒關係 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新聞 都在關心鳳梨的問題 我們待會也來跟大家一起談一談這個鳳梨的問題 在開始之前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最近要來做的活動呢 就是按讚我們宋愛心到我們的南投德安啟治教養院 因為累積的次數實在有點少 所以我們這一次還沒捐 但是我們還是會持續累積 目前看到這個我右手邊的這個部分 2645就是我們上一次開始發起這個活動的時候的數字 目前累積到現在呢 非常好 我們已經是2654 恭喜 所以我們在這個禮拜增加了9個 那目前累積要捐出的金額是高10塊 好 我們每增加一個讚 我們就捐10塊到我們這個南投德安啟治教養院 那拜託大家這個可不可以讓我儘快捐出去 這個因為數字實在太小 我們也不好這個捐這麼小的一點金額 我們也希望大家幫我們按讚按起來 按讚送愛心 那重點呢 要怎麼樣按讚送愛心 就要拜託大家這個幫我們的粉絲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邀請你的好朋友來跟我們按讚 那你朋友一定會問說為什麼要來按讚 這個我幫你想幾個好理由 第一個呢 可以一起來關心我們的南投各項建設 第二個呢 你每個禮拜呢 都可以看到一個人在這裡自言自語 算自言自語嗎 其實我們有預設很多的這個方向 在這裡跟你聊天40分鐘 而且你在上面留言我就會來跟你聊天 這好像也不錯 那第三個呢 你有任何問題 當然要在南投線的啦 任何南投線相關的問題 我都可以這個親自幫你解決 這個好像也不錯 還有另外一點 我們會定時的這個做小活動 好康的都在我們的小活動裡面 只要你每次收看我們的直播 相信很多好康的就會送到你手中 尤其我們這一次過年送了非常多 不管福袋也好 或者呱呱樂也好 對 說到呱呱樂 怎麼都沒有人跟我講說他到底有沒有呱狀 希望他們也是呱狀大獎 然後因為要保密的關係 所以沒跟我說 所以今天呢也很開心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呢 再次來到線上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現在目前的生活 跟我來跟大家分享 目前我們一起來關心南投線 南投市的一些政策 好 我們感謝這個檢政警 陳志弘還有Jack John 陳志弘 議員晚上好 你好 好 然後還有張房亭 宏妙芬 許秀正 這個Carolson 山中小竹 好 這個張房亭 議員晚安安 你也晚安安 大好 然後周秀芬 我看到很多這些忠實的粉絲 每次這個直播都會念到你的名字 再次感謝你們 好 我們先這個很多剛上線的朋友 再次講一下 我們只要邀請你的朋友來按讚我們的臉書 我們就送愛心到德安啟治教養院 每按一個讚我們就送10元 目前累積9個讚 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幫我們 把這個粉絲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然後邀請你的好朋友來幫我們按讚追蹤 我們就會每個禮拜在做直播的過程當中 跟你一起來分享有關南投線的各種大小事 也像我講的很多的公共政策 只要我們越多人關心 他就越有可能朝向我們的目標來賣金 尤其這個除了我剛才講的 我們待會兒要講鳳梨之外 最近最夯的議題是什麼呢 大家不應該都有關心到吧 就是藻礁的問題 這個原本大家關心這個公投連署的情況 情況不是很妙 很不樂觀 但是因為這個大家新聞點再加上更多人來這個報告這件事情 突然讓這個藻礁公投連署人數直線攀升 我記得好像到了昨天都已經通過了這個第二階段的連署門檻 所以這也是在去證明我們一直在講的 任何大家想要的公共政策一定是需要更多人來關心 當很多人來關心的時候 這些公共政策就能朝著我們的方向來前進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覺得我今天關心也沒用 你關心也沒用 那大家都默不關心的時候 這些公共政策就永遠不會照著你們的想法來走 所以也拜託大家 一起來幫我們這個按讚送愛心 感謝周秀芬他說愛心一起來快喔 對對對感謝你 然後感謝曾麗珠還有何妮雲蕭柏 一起跟我們觀看我們的粉絲頁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這個鳳梨 關於這個鳳梨我有幾個自己的觀點來跟大家分享 當然這個我們也是非常不贊成這種不正當或者是這個不友善的進出口方式 當然我相信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這個需要大家來協調的部分 但是我們常聽到現在的執政黨在講說我們要分散風險 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但是由這件事情我們發現到單舊共理來講的話 我們不只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而且我們把越來越多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所以導致我們這一次這個中國大陸那邊不收我們的鳳梨的時候 大家這個哀鴻遍野 因為如果我們第一個今天我們為大宗的出口不是在中國大陸的話 中國大陸不收 那我們還有第二第三的順位嘛 就像我們在商業上大家都知道 你不管是採購也好 銷售也好 都要避免這個最大的銷售客戶或者最大的供應商 佔你們公司的比例太高 因為這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這家公司出狀況或者是說這家公司不跟你採購的時候 或者是你採購不到這家公司的商品的時候 你可能整個公司的生產線就完蛋了 或者說你整個公司的銷售業績就完蛋了 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其實鳳梨這件事情也一樣 我們發現這幾年我們鳳梨出口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程度 銷售數量是每年攀升 所以變成我們就懷疑這個我們講的 執政黨講的這個南向政策講了快六年 結果我們得到的結果居然是這樣 非常的痛心 另外一個是我認為這個出口的問題 進出口貿易的問題 就應該留在這個進出口貿易的解決方法 你說沒關係大陸不買我們鳳梨 我們大家一起吃起鳳梨來 你說好不好是不錯 因為別人不要了我們自己吃 那自己吃問題就來了 你能吃多久你能吃多少 以鳳梨來講的話 目前我們台灣人吃自己種的鳳梨大概佔了九成 所以就是說我們台灣種的鳳梨大概只有一成去出口 那出口的一成裡面又有將近九成五 百分之九十五的比例是出口到大陸 所以你說要我們來吃鳳梨 我們本來就吃很多鳳梨了 那你還要叫我們繼續吃鳳梨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另外一個是當我們把我們的金錢拿去買鳳梨 或者是說我們原本要吃蘋果吃芭樂的想法拿來吃鳳梨 那蘋果跟芭樂是不是就沒有人買 那不是造成其他蘋果農 芭樂農的自銷 然後再加上這個你鳳梨能吃多久 你能今年吃明年繼續吃 然後每年都不斷的增加吃鳳梨嗎 那就不太可能對不對 好 那當然我有關注到我們南投這個鳳梨的問題 因為南投主要做的是土鳳梨 做的是加工食品的部分 所以其實對於南投來講沒有立即性的影響 但是我問了很多這個鳳梨的農民 他們說還是有影響 因為雖然我們不是主要出口的產地 但是當我們這個出口的產地產量不足 或者是這個需求量更高的時候就會來南投採購 所以等於就是你源頭有可能像觀廟的鳳梨 它的這個需求量又更少的時候 那原本會來南投買鳳梨的這些 不管中盤山大盤山 他就不會來南投買 那所以相對的 雖然南投不是主要的出口的產地 但是也會對南投的這個鳳梨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其實這個其實都是狂歡相扣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今天不吃鳳梨 你今天原本不吃鳳梨的情況 你要鼓勵民眾來吃鳳梨 造成的結果就是可能芭樂 蘋果 或者是香蕉就少吃 你當然會說鳳梨跟蘋果不一樣 但是你覺得一個人他的胃就這麼大 他原本要吃五樣水果 但是他因為為了挺台灣農民 他把其中一樣改成吃鳳梨好了 變成他吃兩份鳳梨 那他是不是就有其中一樣水果少吃 這個就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單純的跟著這個媒體 跟著這個執政長帶通向 我也拜託大家 大家動田腦筋來思考 接下來我們也很高興 也很感謝我們現在一起觀看的人數越來越多 我們感謝何寧雲 蕭柏雲 柯瑜君 張樹瑜一起來 還有我們的王雅筑 廖玉石 曾雅玲 陳錦玲 感謝您晚安最認真的議員 謝謝你 然後謝曹煌 蕭柏雲 賴俱君 跟王世銘 還有張順榮 黃冠吾 廖玫兒 許秀玲 大家留言這個議員晚上好 你好 陳正哲 還有安妮塔全 張春梅 所有好朋友剛上線我再一次跟大家講 我們前面這個板子就是邀請你的好朋友 一起來按讚送愛心 我們上次開始這個活動 我們這個粉絲頁的按讚數是2645 到我們開播前 就今天開播前呢 累計的次數是2654 所以累計了這個9個 小編看得到我們目前有增加幾個嗎 目前沒有 拜託我們這個線上的好朋友 幫我們分享到你的好朋友 要拜託你再給他刷一波 請他們幫我們按讚 就是我們只要每增加一個讚 我們就捐10塊到我們的南投的德安 啟治教養院 跟著我們看直播送愛心 尤其我也跟大家一再講 我們今天開這個直播 還是希望說把我們南投線 各個大家關心的這個議題 讓更多人知道 只要一個政策越多人關心 他的政策就會越多人關注之後成為可能 就像我們最近看到的這個藻礁公投 一開始大家都已經抱持了這個失落的希望 想說第二階段連署應該不會成功 但是這個經過一般的峰迴路轉之後 他在前天已經達到這個第二階段的連署 你看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當這件事情傳播出去之後 有一群有信念的人 讓更多人知道之後這個議題有更多人關心 他就會成為我們大家關心的那個目標跟那個方向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來看我的直播 就是一起來關心我們南投市的一些重大建設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玩一個互動的 算遊戲嗎 對遊戲 但是這一次不是有講真答 我們接下來呢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們這一次直播的這個主題 就是這個南投更好的建設 我們希望說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尋找我們每一個人心目中更好的南投市 所以我們這一次有跟大家要來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說你在留言區 把我們留言下來我們這一次的題目 尋找心目中更好的南投市 你覺得南投市需要有什麼樣的東西 是你心目中更好的南投市 當然我們現在做得好 我們也希望未來可以更好 所以也歡迎大家留言 來跟我們大家講 他剛才說這個收音很小 小編可以幫我確認一下 是不是這個麥克風的關係 還是說這個我們那個收音麥克風的問題 好 可以幫我看一下 確認一下是不是這個收音狀態 如果很小的話我們是不是現場來解決一下這個收音的問題 或是說是不是把那個外接式的這個麥克風把它拿起來 看看是不是是不是聲音會比較好 還是說我們現場的這個電風扇把它給關掉 好 那感謝這個賴聚君他跟我們說收音很小 所以也感謝你跟我們講 這個感謝陳志宏他說 娛樂路的市立圖書館準備要動工的 對沒錯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市公所 感謝我們市長對於這個政策的支持跟執行 我們希望這個市立圖書館可以趕快完成 好 現在有比較好一點了嗎 好 那我們的這個賴同學他說收音很小 各位再幫我們注意一下 好 感謝林聖恩他說這個青年住宅 對 我們希望心目中更好南投師真的要有青年住宅 這個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期待 因為很多像我自己也是一個北漂青年 我們希望可以回到南投來照顧父母 或者回到自己最愛的家鄉南投 但總是要有落腳的地方 要落腳的地方 要有地方住 所以青年住宅還非常重要 好 這個陳錦麗好像也說聲音很小 也可以幫我們注意一下現在聲音是不是有變大 或者是這個你的音量可以幫我們按大一點點 看一下是不是有改善 好 感謝劉志榮 莊英國一起上線收看 好 所以剛上線的好朋友也麻煩你幫我們留言 寫下你心目中更好的南投市 是需要有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建設 好 當然這個我們之前一直在關注南投市的一些重大工程 重大建設 當然很多人第一個提到就是說 我們南投線的這個交通問題 因為對外的交通對於我們一個地區的發展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達到就是說有這個交通建設 當然交通建設不只是馬路的建設 更重要是鐵路的建設 之前當然很多人都講這個我們台中市的捷運延伸到南投 這個坦白講我個人認為 加上我詢問了一些人的意見 捷運要延伸到南投的可能性真的是比較小 因為什麼叫捷運 捷運就是可能3、5分鐘就要一班列車過去 但是你從台中到南投 你是不是有需要到3、5分鐘就一班 然後不要說坐滿 但是你至少每個座位都有坐人 那是不是有這麼大的需求、運量 這個實在有在商圈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鐵路建設 因為對於沒有車子的朋友 或者是從外地來到南投的朋友 大部分的人還是比較不喜歡開車 當你不開車的時候 你怎麼樣來到南投 那就需要鐵路建設 鐵路建設就需要像我們的火車 你說要爭取高鐵那又稍微困難度又高 那麼一點點 所以希望我們更重要的還是 希望有鐵路建設像火車的建設 可以讓我們南投連線到西部幹線 不管到台中的烏日或者是彰化的田中 對於我們搭高鐵、搭火車都非常的方便 要不然現在我們南投要到全台灣各個縣市都非常不方便 大概只剩到台北市稍微好一點 因為有國光號 而且國光號只考台北市 系統好像一天也跑不到兩班 所以真的是要感謝大家一起來關心這議題 才有可能成真 所以我們當然好像這個做公投好像做不起來 但是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號召來關心這件事情 好接下來我們這個感謝所有的 陳志榮有說 他說手機雙喇叭的聲音還行 好感謝你 對大家把這個心目中南投市的建設 更好的南投市的建設 把他留言留下來 好我們剛才講到這個交通鐵路建設 接下來當然另外一個是我們這幾次直播 也接下來這一次臨時會提案 我也非常關心的就是 親子共榮市的公園 就是當然我們上次在直播的時候 有收看的好朋友也有知道 我們目前 今天縣政府在我們民間鄉的肉品市場 要蓋一個這個中台灣面積最大 我記得好像是不是6公頃 這數字有點忘記了 但是中台灣面積最大的共榮市親子公園 上次我們這個也有在直播的時候講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看我們上個禮拜的直播 好那當然另外我們也希望南投市也有一個 那南投市呢蓋在哪裡 目前我們看到就是中興新村 那當然很多人說那中興新村已經有那麼多公園 為什麼還要再蓋新的公園 第一個中興新村的公園是我們很多人小時候的美好回憶 你說要把這些小時候的美好回憶把它打掉重蓋 非常可惜也非常的不應該啦 所以我們應該是增加這個中興新村其他地方的 在可能的這個公園預定用地上來蓋這個共榮市的郵具 所以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公園還有我們中興新村 其實就提到這個我們居住民眾的幸福感的問題 什麼是幸福感 其實就是說居民住在這個城市他覺得有沒有幸福感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說他對周遭生活的滿足 當然像這個十一住行的便利啊 他就覺得我住在這個地方非常有幸福感 但是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叫做這個公園 尤其這種共榮市的親子公園 因為第一個這個重視休閒運動的人越來越多 不管是長輩中年壯年少年對於這個可以運動的地方 當然我們接下來會去提到這個運動中心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先回到這個共榮市的親子公園 共榮市講的就是說不管什麼年齡層都可以在這個公園做到他休閒娛樂的這個目的 所以其實我剛才講不同年齡層對於這個公園的需求量非常大 因為公園就是一個周遭生活很重要的指標數據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中心青春 其實中心青春非常的好 大家不管是你這個今年有來過 去年有來過 十幾年前有來過 甚至你四五十年前有來過 其實中心青春真的就是一個美麗的花園 那個我們也希望他雖然經歷了這個精神動神之後 我們也希望這個美麗的花園可以持續下去 所以我們必須除了我們保留目前的這些歷史建築 美麗的花園 城鎮的建設 不管是囊底路 然後下水道 人行道 這個在幾年 目前應該是六十年 六十年前有這樣一個建設在台灣 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我個人認為 還有我聽到很多人講 其實中心青春有一個非常奇特的魔力 就你站在中心青春的任何一個角落 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會覺得心情感覺到放鬆 心情都會感覺到愉悅 所以這個地方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來關心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中心青春過去的榮景 跟他過去的好都可以持續保留下來 所以我們也希望除了現在目前中心青春 極力大在發展的這個文創的聚落之外 我們也可以讓更多來到中心青春旅遊 或者是我們南投市的民眾 都可以在自己的鄉鎮市裡面 就有一個大型的共榮市親子公園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這個議題 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 我們感謝這個 周秀芬又上線了 六十五分 朱翠菊 然後還有這個誰 楊錦如 廖達鵬 山中小竹 他說南投燈會場地利用 提升為南投觀光夜市 這個場地的利用部分 這個我在這一次質詢 也會提到跟這個建設處做討論 所以接下來大家可以密切看我這個質詢的影片 那另外他說提升為這個南投的觀光夜市 我記得前陣子好像有要發展成觀光夜市 當然這個議題我們也可以另外再來討論 是不是有可能成為這個觀光夜市 好 接下來這個謝坤及樹榮葉 感謝你 還有鄭小秋 然後他說肉品市場前面的張南路該重複 每天騎車震到超不爽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來做這個進行會看的部分 來積極爭取這個馬路重複 接下來就是林宇軒 然後鄭小秋說以分享感謝馬玉芬 我們一起來看陳志他說南投一定要加速推動這個公園建設 對 沒錯 我們真的要大家一起來推動公園建設 好 當然我們這一兩年有針對這個南投是原本的公園做增建改建的部分 其實都正在進行中 雖然拖的時間有點久 但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 我們現在終於增加了一個讚 好 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來到了2655 所以我們目前累積到10個增加10個讚 好吧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每一次都增加10個 一年就可以增加500個 好像也不錯 每個禮拜都增加10個 我10年就可以增加5000個 好 大家一起加油 大家重點不是要關注我 重點是我們大家一起來關注這個粉絲業平台 一起來關心我們南投市關心南投線的發展 好 感謝這個前信力還有我們的遲早間王世平他說 善用中山公園可增加撒甘區 當然我們中山公園是真的是南投線 南投市非常重要指標之一 但是因為這個服務員還是有點小 我們一直要增加其他的這個設施 就會變成原本的設施或者是這個原本的使用目的 就會遭受到這個排擠 所以我們也才希望說 可以找到其他還沒開發的這個公園預定地 我們來蓋大型的這個青子共榮式的公園 而不是我們一直在舊有的公園裡面去做更新或翻新 因為你一個原本在使用的公園你要翻新 你就必須要先封閉 那封閉你就對於造成平常會使用這些公園的好朋友長輩 生活就受影響了 那一改建又是半年一年 所以造成的生活非常的大 所以我還是主張 因為其實有很多公園有很多種角色 一般像社區的公園 我就是要有綠地然後有椅子 讓大家可以去那邊散散步 我們不希望我們街邊的這個小公園大興圖木 這個對我們來說必要性也沒那麼大 所以這個每一個 我們現在要增加兩個了 我們來到2657了 感謝太好了 感謝大家的分享 所以我們目前累積幾半十塊 好 感謝大家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也感謝這個 魚龍修的陣 然後蕭樹慧洪士泉 余國中 洪士泉 他說議員有夠讚 感謝你的鼓勵 這個 感謝胡欣妮 然後張張和妮雲 感謝大家 對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幾個 好多好朋友也有講到 這個不管講到市立圖書館 或者是這個公園建設 我們剛剛也講了這個交通公園中心心 運動中心 對 其實很多好朋友 我們不管是南投市 我觀察到了 當然南投市跟草屯鎮 這個運動中心 當然就是私人的這個運動館場 運動中心 不是他們叫健身房 對 健身房 健身房當然不到雨後村村般的多 但是也越開越多間 這個也顯示我們南投市或者草屯鎮 有這樣運動人口的需求 所以當然很多朋友也希望說我們可以來蓋運動中心 當然運動中心裡面不只是健身房 像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我們台中有名的這個草馬運動中心 裡面當然就是不只是健身房 當然可能會有游泳池 然後有這個籃球場 旅球場 桌球館 所以其實可以大家一起來推動 當然這個有興趣或者是你覺得你也需要運動中心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大家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好接下來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個工業區 這個也是我之前質詢的一個重點 就是上一次總質詢提到 其實我們南投線或者不管是南投線或南投市 還有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我們人口 數越來越少 那越來越少當然除了老年化的主要原因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年輕人沒辦法在我們南投線裡面 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所以造成他們必須要北漂南漂甚至外國漂 所以我們的這個南投線的人口數就越來越少 但是我們要增加人口數當然有很多種方式 但是我們回到最基本的需求 你要讓人家願意留在南投市住嗎? 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你就好工作 剛剛還有一個青年朋友講到這個青年住宅 你要先有工作我來找地方住 又有地方住又有好的公園提升我的生活品質 然後我假日又可以帶著我的小朋友到這些親子公園玩 那他們就會覺得生活周遭生活的這個非常滿足 當然自然他就覺得住在南投有一股幸福感 所以他就不會搬離南投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說這個工業區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工業區 我記得好像是400公頃 在這個400公頃什麼時候開發 好像是民國70年的時候開始 到現在好像都沒有擴張過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的林明珍縣長 有針對幾個這個小型的微型創業園區 在不管是竹山、南投、草輪、埔林 都有這個微型的工業園區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更大的可能 將近200公頃這種大型的工業區 我們我上次質詢的時候我就提到這個苗栗縣的例子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我這個去年11月的時候質詢的這個片段 我有跟大家講到為什麼要增加這個工業區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感謝這個賴聚君 他說不是年輕人不在工作 而是在這裡的薪資真的比較低 工業區一堆不遵守牢基法的我很有切身體驗 這個也歡迎你私下跟我們講 然後這個感謝陳古魯一起來觀看 對 然後我們剛上線的朋友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右手邊這個2645 這個是不是摩斯密碼 也不是這一次熱頭的這個開獎號碼 這個是我們上一次舉辦這個按讚送愛心這個活動 一開始是2645 我們只要每多增加一個讚 我們就會送十元到南投的這個德安寢治教養院 目前非常開心我們累積到了2657 是上一次加上這一次 也就是說我這個禮拜的總和增加了12個讚 也不錯 這個我們剛才講 一個禮拜增加10個讚 一年可以增加520個讚 10年我們就增加5200個讚 所以我們要持續做下去 持續跟著所有我們的臉書的好朋友 一起來關心南投 總會一句話就是按讚送愛心 按讚關心你的生活 按讚關心你周遭的環境 好 接下來我們有提到這個光荒工廠 不管是我們南投市這個萬來產業園區 已經有招標出去 土地標售出去的 我記得好像是20家這個觀光工廠即將進駐 然後當然我們這個我們之前有提到 這個樹德半山夢工廠 他們四至二十一蓋了一個廠辦合一的觀光工廠 所以非常期待 我們也期待這個年底就可以跟大家見面 當然另外我們剛才有提到中興新村這個文創聚落 真的是我們南投就我知道南投市就很多像這樣子促進觀光的一個部分來持續的往前發展 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這個觀光工廠的進度 更多的這個觀光的資源 就像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地方這個文創的聚落 都是要大家一起來關心 也希望這個大家放假日都可以來到我們中興新村 來到我們南投市來旅遊 那尤其像我居住的這個南投市的龍泉裡 我們有一個這個泳泉 然後是從日綠時代我們附近的很多這個婦女 就會在裡面或者是爸爸們就會在上面洗衣服 那就我所知在以前的年代很多的婦女靠的是幫人家手工洗衣服賺取貼服家用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一個地方 當然我們要感謝縣政府也是一樣 赤枝來整理這樣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現場 然後文化景觀之源 尤其這個我們我住的龍泉裡後面的這個這口景 真的是這個叫什麼冬軟夏涼 為什麼 因為它一年四季的溫度都一樣 所以冬天的時候它就會感覺到特別的暖和 那夏天的時候就特別的冰涼 所以當然我們也歡迎很多好朋友 一起來到我們南投市區跟我們來逛逛 當然還有我們的南投戲院 一個地區鄉鎮 存在的戲院真的是一個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們想看電影隨時都可以去看 不用跑很遠的地方 這個南投戲院它也四支了好幾千萬重新裝潢 也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這個到我們南投戲院裡面去看看 我剛才講的這個洗衣場 就在南投戲院步行大概兩分鐘的距離 都歡迎我們所有好朋友一起來看 我們也感謝這個陳佑 還有我們的十一郎 小平 簡志文 瑞澄跟林婷玉 我們這些新的朋友剛上線看到我們這兩組密碼 可能還不太懂 再簡單報告一下 我們接下來持續要做的就是按讚送愛心 在我們的粉絲業每增加一個讚 我們就送十元到我們的南投得安啟治教養院 所以拜託我們線上所有好朋友 幫我們分享這個粉絲業 跟你的好朋友 邀請你的好朋友來按讚 只要我們每增加一個讚 我們就捐十元到德安啟治教養院 好 那怎麼樣按讚 就是我們小編有幫我們分享在最下面那裡 是我們粉絲業的網址 你知道把這個網址分享給好朋友 邀請你的好朋友按進去之後 幫我們粉絲業按讚 我們就會捐十元到我們德安啟治教養院 感謝你 接下來我們也感謝V聖廚 然後張立宇 然後宜邱 感謝你們現在一起跟我們觀看 然後拜託大家趕快按讚 這個我們會持續累積 然後我們累積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筆錢捐出去 因為目前累積12個我們只要捐120塊 我們希望累積到多一點 最好是我們一次可以累積到1000塊 我們再一次做捐贈的動作 也不要造成教養院他們行政上的困難 然後接下來還有很多好朋友 是不是也跟我們一起講 你心目中更好的男投士 到底是什麼樣的建設 當然很多好朋友也跟我們的分享好多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持續的跟我們來互動 你心目中更好的男投士到底是要怎麼樣 那我們接下來可能也會辦這個 要抽獎嗎 票選 票選活動 我們選出我們男投士 大家最期待的更好的男投士 還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也希望所有老朋友 一起來跟我們關心我們男投士的各項的建設 跟各項的發展 我還是一再強調 當每一個公共事務有更多人來關心的時候 這個公共事務的目標方向就會更符合我們每一個人的期待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關心自己收招生活的環境的變化情況的話 我們生活情況就會慢慢的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最後就會迫使你想要逃離這個城市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大家樂見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我這樣一個平台 讓更多人可以幫你心目中更好的男投士把它給找出來 那我們也收集更多意見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辦票選 這裡我們感謝周秀芬 他說中興應該有更多花規劃 就多種花草 花有香氣美葉 吸引人潮促進觀光 好 感謝你這個跟我們提到這部分 我們也會來尋找各種可以增加這個花的可行性 所以也感謝大家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來到現場 不管來到中興興 或者來到我們男投士 大家一起來參與 當我們這個人潮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就越來越知道這裡這個地方需要什麼 然後我們也希望可以讓這裡的男投士可以越來越好 當然今天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講了四十分鐘 我這裡 三十七分鐘 這一次我真的學乖 我上次因為突然喝了一大口水 所以這整個嘴巴都是口水 講話口齒不清之外 還要一直吞口水 還要被這個口水嗆到 我媽回去的時候我媽還問我說你是感冒 你怎麼在直播的時候一直哭哭嗆 我跟她說不是我感冒 是因為我喝了一大口水 結果被口水嗆到一直在咳嗽 所以這一次講了將近四十分鐘都沒有喝水 這個算值得鼓勵嗎 也還好啦 反正重點還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尋找我們心目中更好的男投士 接下來我們會開始來辦籌劃這個票選的活動 也希望所有好朋友一起來參與 目標就是找出我們心目中更好的男投士 我們一起共同來努力 讓我們心目中更好的男投士 可以在我們周遭的生活把它落實下來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即將結束 感謝我們所有好朋友的分享跟觀看 我們這個活動按讚送愛心持續進行 不只是我們上線看的朋友 接下來你看到我們這個影片 也歡迎你幫我們的粉絲頁分享出去 邀請了朋友來按讚 我們就多再按一個讚 我們就送十塊到我們男投的德安啟治教育院 歡迎大家一起來按讚送愛心 感謝大家今天一起來關心我們男投士的各項發展 謝謝掰掰